老挝这个田现在实在是太热了 戴着帽子都晒出油了 我现在在老挝国立大学的后街 有朋友让我拍一拍老挝的大学城 今天给他安排上 这里是老挝国立大学 他们学生宿舍的一个必经之路 所以这一块这一整条街 都是他们整个学校里面 商业最发达的地方 现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过来逛一逛 在这条街上 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和越南人的商铺居多 大家从这些小店铺就可以看到了 卖的东西 感觉和我们国内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的 只是这条街的繁华程度 应该比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学是要差一点的 我们要知道这里是老挝他全国最好的大学了 电子类的产品还是占据主导的 这一排呢全部都是卖手机和相关配件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吃的市场了 外面停满了摩托车 在这边消费的呢 大部分都是东都大学的学生 以及这个学校附近一些村的村民 前面就是入口了 我们看看他们学生呀 在老挝这边平时是什么东西最畅销 对面呢 我前几天拍了那个肉夹馍 在这边也是有的啊 在这边还是很畅销的 10万老挝 1万老挝币是6块钱人民币 我在好多地方呢 都有看到这个小红色的棚子 进来要消毒一下 今天店长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给大家来拍这期视频 我感觉人太多了 里面还是挺大的 他们这个学校里面 都是附近的学生在那边吃饭 我点的是鸡肉米粉 在老挝这边呢 是平时我们中国人吃起来 比较习惯的一道 因为其他的 它那个味道是和我们中国 这个米线呀 米粉呀 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只有这个鸡肉米粉的 它那个汤和肉的味道呢 都是差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来老挝这边呢 实在是在外面遇到 要吃饭的时候 不知道吃什么呀 就点一份鸡肉米粉吧 店长五星推荐哦 料料吧 OK 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看他们老挝的米粉呀 味道还挺不错的 有一些鸡肉和肉丸 然后这个是西红柿 这应该在国内应该是叫米线吧 反正很细呀 人实在太多了 找了一个比较偏的位置 不过我看到老挝人 他们心的真挺大的 在这边吃饭的时候 大家过来都不怎么戴口罩 赶紧吃吧 没有想到它里面的人这么多 随便吃了两个 我赶紧走吧 心里确实有点害怕 因为他们都没有戴口罩 今天老挝是输入性的是有248例 其中万象就46例 我感觉我突然来了 有点后悔了 大家现在还是跟着我的镜头呢 我带大家去逛一下这个东都大学城的商圈 这个旁边呢是他们的女生宿舍 外面这个小门呢就对了这个学生街的入口 它这个学生街呢 比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学城的学生街 规模比起来要小很多 全场逛完的话大概一公里路吧 都是这种矮小的破房子 这个范围呢都已经不是属于东都大学了 这都是民房 像这种都是拍照 证件照的 前面摆两个大人脸的 在老挝这边都是证件照 这个学生街逛了一圈 发现有几个几类的吧 几类的店铺非常多 第一呢就是文印的就打印的 第二类呢就是理发店 第三类呢就是修理摩托车的 这个在国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估计国内的大学城外面 应该很少有修摩托车的吧 在老挝这边它比较特别 这个学校里面几乎是每一个学生来上学 它都有一辆摩托车 所以跟摩托车相关的一些产业在这边呢 还是比较吃香的 一路看过来呢大概有五六家吧 就这个一小段路有五六家修摩托车的 理发的也非常多 其次呢就是卖吃的 这个我相信不管是在全世界哪个大学城外面 吃的肯定是最多的 民以食为天吧 像这种衣服店倒不是特别多 老挝人的衣品啊 都是比较便宜的这种 饭店 现在因为他们学生都放假了 所以这条街上呢 人就会少一些 如果是他们正常上课的时候 这条街上平时像这种大车子开进来都会非常困难的 全部都是摩托车和行人 口罩现在非常便宜了 老挝的口罩一万二 最高的时候卖了十二万十五万 甚至二十万都有卖过一盒 现在是一万二 洗车 他们非常爱干净的 除了大车会洗摩托车也会经常拿过来洗 其次的价格呢是一万老挝币 看到没有全是修摩托车或者是卖摩托车配件的 哇老挝现在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 走了大概 还没有六百米吧 身上衣服全部湿透了 所以拍摄视频也是挺不容易的 如果大家喜欢店长视频 帮店长长按点赞键三秒钟 感谢大家 前面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学校里面开的小超市 就我手指这个方向 它里面的装修啊一段不错 但是在老挝这边他们普通的购买力 还都只能是在这些小的店铺里面 因为东西比较便宜嘛 这种店铺它不仅是房租便宜 而且它也不需要怎么装修 非常的简单 等于就拿过来就卖了 所以价格呢也会便宜很多 这也是一个饭店 老挝人还是挺热情的 看到我拍他他给我打招呼 这种是换钱的 哎呀实在是太热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这边也是有一些店铺它倒闭了 因为学生他放假时间太长了 这边呢只有附近的一些居民才过来逛 所以很多店呢他支撑不下去 或者是他暂时选择暂停营业 走这个坡上来卖吃的就相对较多了 看到没有生意都还挺不错的 这里很多吃饭的人 这又是一家倒闭掉的 原来是卖吃的 这条学生街呢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应该是可以排到第二大商圈了 因为市区里面呢只有一个万象中心那一带 稍微防滑一些 再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市场那个三江市场那一带 还稍微防滑一些 除此那两个地方之外呢 这个东都算是整个老挝首都的一个商圈 它应该是比三江还要更热闹一些 所以刚才带大家看的那一圈呢都是 基本上都是老挝人的开的小店 我们中国人在东都这边大学城开的店 最多的就是手机店和超市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看他们学校前面的那一条 号称是老挝最防滑的商业街的一个手机街 今天出来走路呢实在是太热了 我现在呢开车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条 号称是全老挝最防滑的商业街 因为说它防滑呢就是因为这边的卖手机的这个店铺啊 我们看到它的广告招牌都做的非常高非常大 而且店内的装修呢可以说是一家比一家豪华 在全老挝所有的业态当中如果说装修最好的门店 肯定是老挝的手机店 因为在老挝这边的手机店呢都是加盟店 这些广告牌啊包括里面店内的装修都是公司来出钱 大家从这些广告牌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国产品牌的手机在老挝这边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所有的品牌加在一起应该可以占到整个老挝手机市场的大概七成吧 剩下的呢就是三星和苹果 过来这边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饭店 像披萨呀包括日本的料理呀 然后加上老挝这边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小吃都在这一条街 前面呢我们有几个是中国人开的超市 在这边也算是比较大的了 但是呢可能是由于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差异吧 我们中国的一些小吃啊包括一些饭店在这边是没有的 所以呢有不少的朋友在网上问到老挝这边来开中国的餐饮啊怎么样 我觉得在老挝这边如果是做餐饮的话只能是做一些饭店吧 小吃在这边因为人比较少 而且我们中国人在老挝除了三江市场那个中国的市场之外 其他都是分散在老挝全国各地的 几乎是很难找到一个中国人比较聚集的地方 所以客流量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了我们现在要从前面这个路口掉头回去了 上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整个老挝国立大学它的学生街商业街的全部 包括里面的内街和这个外面的正街都给大家拍了一遍 至于很多朋友关心的这边有没有一些商机 我觉得吧这么大一个市场你不管是做哪个行业 在这边都是有机会的 关键还是得靠你个人的经验 在老挝这边现在几乎是不存在什么空白市场 如果有的话也不是一点点钱能够做起来的 都是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所以希望我的视频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 好了感谢大家观看店长今天的视频 喜欢的朋友帮店的点个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